好 來我們接下來呢 來繼續跟各位介紹有關我們的重疾 我們剛剛呢 前一章節已經建立好重疾了 就是我們把一個環境把它建立好了 那重疾建立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兩台實體機器 那我們現在當然是用模擬的方式 來完成了兩台實體機器的一個建置 那實際上一定是實體的機器在上面 好 那我們的實體機器建置好 我們的重疾之後呢 各位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只要在一台上面操作就可以 另外一台呢 我們做驗證 好 用驗證 好 我們的機器進來之後呢 各位呢 重疾安裝好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有個節點 好 注意聽一下 注意看一下 來 節點裡面有個社會01 社會02 那一開始呢 那建立好之後呢 他會幫你呢 以指派的票數都是自己指派自己 但是呢 他還有一個後面外面的人去 要去做一個驗證 就是公立的中央他去驗證你 所以呢 這邊的一個有一個什麼 中央驗證呢 就是我們的重疾本身 他沒有一個中立的單位 所以說呢 他自己去找一台機器來當驗證 所以呢 自己給自己兩張票數 所以這一台是MUST 那這樣呢是一個不完整的 那完整的時候是什麼呢 是這兩台哪兩台都是要同一都有一個兩票 這邊一票這邊一票 都要目前票數 那這個呢 動作叫仲裁 仲裁呢 他在我們的這個重疾裡面呢 我們呢可以用檔案的方式 也可以用我們的磁碟的方式 那一般的環境裡面習慣都是用磁碟 那我們的磁碟方式呢 是比較方便的 因為呢你的檔案也是要放在磁碟裡面 所以我們建議呢還是用磁碟的方式 好 那磁碟的建議呢 我們前面有跟各位講了 我們已經建立了 透過我們的iSCSI連線了我們的磁碟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的磁碟裡面呢 各位可以檢查一下 我們的工具裡面有一個 電腦管理 當然這邊已經開了 不是在這邊 磁碟管理裡面呢 可以看一下 好這台機器呢 這邊呢是不是有兩顆磁碟連線 對不對 那這兩顆磁碟連線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顆磁碟是射Q 這裡有射顆磁R 這邊是連線 那當然這兩個磁碟呢 要把它加入重擊 不是說你要加就加了 是這一邊這一台的 另外一顆來重擊的Server 也要能夠看到這兩顆磁碟 才能夠加到重擊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這一邊呢也有兩個磁碟可以加到 可以看得到 我都被這邊怎麼搞混掉了 為什麼這邊會看不到 來我看看能不能加 你們有沒有兩邊都看得到 有齁 正常應該看得到啊 奇怪這邊怎麼會不見 我去測一下 對一個連線一個離線沒錯 看這邊 探索裝置都有啊 不見了 連線斷掉了 82092 所以他的連線是不是斷掉了 所以我重新連線一次看看 這是Microsoft 這3顆 這3顆把它 這3顆剛剛中斷啊 怎麼還在 來 這一顆 我先中斷 好再連線 好 我先確定存起來 我再看一下 有3顆了齁 好這邊呢 來看一下這邊 我來看一下我們的 電腦管理裡面 好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好 那正常環境呢 我們的磁碟要加到重疾 最主要的一定要什麼 兩台重疾的主機都能夠看到磁碟 這兩邊都能夠看到 當然兩邊都連線 是不行 一定要有一個連線 一個離線 那兩邊都離線 可不可以 可以 都離線也可OK 這樣知道吧 好那你想想看喔 我看 你看一下我 這兩個是不是都一個連線一個離線 這邊我測試一下 我把它做離線 對不對 兩個都連線都離線 是不是也代表他能夠抓得到 因為透過ISCASI 兩邊都抓得到 對不對 這樣的也是代表OK的 好 那你想想看喔 這一個現在是不是連線 啊 是不是在設了一 這個是不是在設了二 是沒有離線的 但是加入到重疾的時候呢 他會給誰來管理 那就不一定 由他來決定 這樣知道吧 那當然我們以後可以去改 好那這邊呢 我們來回到我們的重疾這邊來看一下 好我們到我們的重疾管理的裡面呢 我們磁碟要加進來 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新增磁碟 好 點一下他 好這裡呢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三顆磁碟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這裡有一個 3G 對不對 這裡呢 有沒有看到一個25G 就是這一顆 對不對 雖然這邊是離線 但是因為兩台 兩台機器都抓得到 所以他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齁 除非是一台看不到 他才不會出現 但是我們現在這一顆先不要去動他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這兩顆 對不對 加上這一顆 兩台機器都看得到 所以說一 所以有三顆磁碟可以加進來 齁 那你可以看到這台是不是有一個C槽 C槽是不是本機在用 這邊有C槽是本機在用 所以說呢 這個C槽就沒辦法加進來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不是有四顆磁碟 但是只有三顆可以加 因為這三顆是 兩台實底機都抓得到 這一個C槽是本機抓得到 另外一台是抓不到的 所以他不會顯示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什麼事情呢 把3G跟30G把它加進來 這一個呢 重疾有沒有 這一顆不要勾 先不要勾 好 勾這兩顆 要看這個容量 不要去call這個名稱 好 好了之後按下確定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對不對 這一邊 你看到 重疾2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Q 重疾3 磁碟重疾3 是不是一個Q R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 擁有的階段是 社會01 在管理 所以你這時候可以看到呢 這邊剛剛是離線 現在變保留 保留的意思呢 代表呢 這一顆磁碟被重疾抓去了 你本機沒有主控權 你的主控權都是在重疾裡面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要移動呢 要去透過重疾來移動 而不是在本機使用 所以你看呢 我要把這個 這一台 移動到 社會02 那我從第二台給各位看喔 看一下檔案總管 我把後面這個把它關掉了 就關掉起來 檔案總管這邊看就可以了 來 看這個C 這個 本機裡面 這裡是有沒有一個 磁碟叫做Q的 沒有 所以呢 我們做一件事情 你看 按右鍵 按右鍵沒有用 來 點他 這裡有一個移動可用存放裝置 點一下他 是不是可以選擇決點 來 跟著我一起點選擇決點 選取決點 好 因為我們只有兩台而已 所以只能選擇2 server2 按下確定 好 有沒有看到 他連R 是不是跟著一起移動了 對不對 你要移動一顆 但是呢 那他移動兩顆 那你先不用去管他 好 你可以看到 在移動當中 是不是你看 擁有節點是從 server1 移動到server2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Q跟R 是不是跑到了 我們的server2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server1裡面的 檔案總管 裡面呢 沒有磁碟 好 你看喔 我一樣呢 在server2這邊移動 跟在這邊做是一樣的意思 齁 重疾的管理是一樣的 來我們按下可用磁碟 移動 最佳 選取 server1 移過來 好 是移動過來 這邊被關掉了 你看一下這邊的檔案總管 是不是出現Q跟R了 對不對 這樣呢你就完成了什麼 齁 磁碟表示可以兩倍移動 那這個移動就可以看到呢 齁 他的連線跟保留 這邊你可以看到他是連線 這是什麼 保留 都是保留 只是說這一個呢 你們看到 這一個沒有紅色的 對不對 扁式是基本的 那這邊呢 那你有看到這個是連線 連線代表是什麼 這一台 電腦 這一台server呢 連了這一台磁碟 但是沒有被重疾管理 這樣知道嗎 好到這邊之後呢 那首先磁碟已經加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去把我們的 節點 這邊的節點 要做一個仲裁出來 仲裁出來 我們要讓這兩個票數是一樣 兩台機器都是活著的 那雖然你可以看到 我們眼睛看到他是兩台活著 但是實際上呢 他會覺得只有這一台是主要的 在運作 那這一台這個 我們會把它稱之為 叫做孤立狀態 好我們先不管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把我們的 磁碟 這一顆磁碟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把 3G的 對不對 要當成仲裁磁碟 所以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一個磁碟 重疾磁碟2吧 按右鍵 可以做一個屬性改名字 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改掉 好 可以打中文 可以打英文都可以 可以打一個 仲裁 財 財 磁碟 好 它是3G而已 我按一下確定 這個名稱是不是改掉了 讓你做一個備註 你要自己知道 這個磁碟 它是QUU Owen 匡呢 這邊名稱在這裡 磁碟名稱在這邊 但是在仲裁裡面 在我們的重疾裡面 這個名稱 我們要改成叫仲裁磁碟 好 那這個磁碟呢 我們要把它變成仲裁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有一個狀態 指派給 可用的存放裝置 它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它沒有指派給任何的功能 所以它是叫可以用的 這一顆也是可以用的 它也沒有指派給任何的一個功能 那可以指派給誰 指派給重疾 裡面的虛擬機器 也可以指派給我們的重疾來管理 那也可以指派給我們的仲裁 好 那我們現在目前呢 要把最少的一顆磁碟 當成仲裁 那仲裁去那邊設定 來 各位跟著我一起點 點這一個 我們的 重疾的名稱 最上層 有沒有 按右鍵 裡面有一個其他動作 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設定重疾中的 重啊 設定重疾仲裁 它只要重疾仲裁設定 這樣就好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到這是 翻譯的 對不對 多了一個 這叫多詞一句 但是沒關係我們知道就好了 來點一下這裡 好點了之後呢 就是仲裁的設定有沒有 來按下下一步 來這裡有什麼 使用預設的重疾就是 它會幫你決定 那決定呢 是不是有兩顆 我們有兩台 兩個磁碟 它會這兩個磁碟幫你去選 它會選哪一顆 去選這一顆 為什麼 不是這裡寫重疾的重疾 因為它會選最小的那一顆 檔案容量最小的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手動去指定 那這個自動的呢 預設的意思就是 我們剛一開始新增進來的時候 我們是要新增磁碟 我們沒有讓各位加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加起來的時候 它也會自動去從兩顆裡面去找 其實它會幫你加三顆 剛剛我們另外還有一顆 沒有formate的 好 那我們想說 我們來選擇什麼 選取中的重裁 自己選 好 那當然這還可以說 進階重裁 你自己決定 都一樣的意思 這兩個意思很接近 來 選取重裁的見證 下一步 來我們要設定什麼 設定見證的重裁 要新增磁碟的見證重裁 有沒有 還有一個什麼 共用見證 還有一個什麼 雲端見證 那我們一般來講 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都是叫磁碟見證 這是叫檔案共用 用檔案共用的證證 好 那這邊呢按下這一個 磁碟見證 好按下下一步 好 是不是有兩顆讓你選 對不對 那我們剛一開始 讓各位改名字 就是讓你知道一下 因為這裡看不到容量 所以你在這裡先改好 是不是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就先改好名稱 再來 設定 好打購一個 按一下下一步 他的位置要可用的存放裝置 對不對 按下一步 好按一下 設定下一步 好完成 好看到了沒有 我從這邊可以右邊的這個 設備零額讓你驗證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指派給 仲裁中的磁碟見證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是不是要看一下 節點 這時候是不是有兩票了 好設備一有一票 都是有目前票數 對不對 基本上呢應該講是說 指派的票數1 目前票數0 剛剛嘛對不對 但指派的票數1 目前票數1 就是呢 他會去 兩台伺服器都會去抓 我們的那個仲裁池碟 他會去存取他 告訴你 就像我剛剛 就是我在點名一樣 我點1號2號3號對不對 1號是回答我 我就不知道1號在了吧 對不對 意思是這樣的 所以他會去 設備一會去點名 那個仲裁池碟 SERVER2有去點名 仲裁池碟 那兩邊都能夠抓得到 就代表兩邊的票數都是1 這樣就是兩邊都在連線 這個就是仲裁設定 好 那接下來時間呢 我們還要再做一個最重要的 好 各位你要去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的 池碟是不是有加兩顆到我們的仲裁 交到我們的叢集裡面的有兩顆 這個仲裁池碟就不要動了 就不能動了 知道嗎 不能把它移除 當然移除之後還要再重新再加一次仲裁 那這個重疾 重疾磁碟3 我們是不是要 他的磁碟代表是R 對不對 他現在是SERVER01在管 所以你看我把它縮小一下回來 對不對 SERVER01在管是不是有一個R 裡面是可以看到空的 對不對 那你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事情 來看一下 看HyperV 我現在是在SERVER01 SERVER01裡面的HyperV 有沒有虛擬機器 沒有 對不對 那我這一個磁碟 是不是放在我的 SERVER01上 對不對 那你來看一下我的SERVER02 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S1 我現在S1 是不是在我們的 是不是放在我們的 SMB SERVER裡面 我是不是要把S1 這一個VHDX 移動到我的R上面來 對不對 但是呢你看看呢 這一個S1 的這一台主機 有沒有看到R 沒有 所以呢你的動作當然是最簡單的動作 叫什麼 把我們的 當然你可以什麼 把這一台移到SERVER01去 但一般來講我們呢 我們環境不會去做信任 知道吧 我們信任那個委派 我們一般不會去做 這是因為我們上課才做到這邊來 所以你才會有這個S1可以移動 一般來講你沒有做委派 這台S1是不會移過去的 所以說呢你要怎麼辦 是要把磁碟移過來 這樣才對 所以我們去做一下 來跟我一起做 看看你是哪一台喔 有東西跟我不一樣 但是你要跟 要跟我做的一樣是什麼 S1 的這一台 SERVER裡面 S1 看看哪一台有看到S1的 裡面要能夠看到這個R磁碟 好 看不到的話呢 我們就什麼 針對這個R磁碟對不對 這個R磁碟按下移動可用裝置 選舉節點 移到2 移過去 有沒有 好 現在你看看 剛剛的磁碟是不是兩顆一起移動 現在有沒有兩顆一起移 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一顆已經有工作了 剛剛兩顆移給誰有沒有任何意義 沒有任何意義 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它裡面沒有任何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它移給誰就兩邊一起移 好 那現在呢一顆已經有意義了 它現在呢社會靈異在管 當然你可以再把它移動到社會靈異也OK 所以這你看 這一顆是不是移到社會靈異 所以這邊是不是有一個R磁碟 所以這個有R磁碟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這一個裡面的這一個硬碟檔 對不對 是不是會移動到R磁碟上啊 對不對 喔這樣就沒問題 好 那我們要再教各位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也很重要對不對 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個磁碟 這個磁碟對不對 現在是因為社會靈異不管在什麼地方 當我們的磁碟從仲裁裡面移出去的時候呢 這個磁碟在這裡社會靈異跟社會靈異呢 它就會變成離線 知道吧 那這個離線就影響到你的伺服器 你的虛擬機器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特性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台是不是在保留 對不對 那保留這邊沒有 這邊是不是下線這個圖案是不是下線 那表示它是不是在社會靈異在管理 對不對 但是呢現在是保留 表示呢它是在 重疾的環境 當我從重疾移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保留會變成離線 這個都叉叉 那現在是不是在社會靈異管理 一般來你會覺得說 喔它應該就是社會靈異在管啊 其實不對齁 當我的磁碟離開我的重疾之後呢 它會變成一個兩台 都沒有連線的磁碟 是一個沒有連線的磁碟 所以你要自己手動去連線 這樣知道吧 好那我們為了要這樣做呢 所以讓各位了解特性齁 所以你看我把這個磁碟 按右鍵 做移除 來各位跟我一起做 移除 對不對 選舉的磁碟是要移除 按4 好是不見了對不對 從衝擊中離開了 看到這裡沒 這裡變成離線了 那你說會不會在社會靈異 來一樣我們從社會靈異來看 工具 容錯移轉衝擊 唉講錯了不好意思 好工具 電腦管理 來看看我們的特性 磁碟管理裡面 這台收磁碟2 看到了沒 它是別變離線 這樣就開始了吧 所以說你看看這兩個磁碟是不是都離線了 如果現在呢我們有磁碟機在上面 有虛擬機器在上面 是不是那個虛擬機器就被斷掉了 所以你要很快的時間趕快做連線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還沒有放 我故意讓各位來離線出來 所以要讓各位了解這個特性 好那我們現在呢先不要加入重疾 等一下再來加 我們來 現在你要看看你的虛擬機器 我的虛擬機器S1是不是在 SERVER02上 所以我就開SERVER02裡面的 磁碟管理 如果有同學在SERVER01 就去開SERVER01的磁碟管理 你知道嗎 來我就在這邊按右鍵做連線 是不是出現一個 等一下會出現一個R 所以我們到檔案總管來看 好檔案總管來看 是不是有出現一個R磁碟 對不對 那各位呢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來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把我的S1移動 對不對 磁碟是不是虛擬機器 將虛擬機器移到另外一步 將虛擬機器的存放裝置移動到另外一個 對不對 我們先移動虛擬機器對不對 移過 欸不是應該是存放裝置 不好意思看錯了 這是要移虛擬機器 好我們這虛擬機器的存放裝置需要移到 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 將虛擬機器所有的資料移動到單一位置 對不對 移動到哪裡 是不是到我們的R槽 對不對 那你想像一下 我們這個位置是不是會放一個 HyperV S1 欸我的沒有在這裡 好我去檢查一下 我再取消一下 這邊是不是放在設定裡面 檢查一下你原來是不是 我這個沒有放在HyperV裡面 那各位我們可以放在HyperV裡面 這樣知道吧 所以我把這個名稱複製下來 等一下這不用再打一次 複製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一樣 重來喔按右鍵 移動 下一步 移動存放裝置 下一步 移動所有到單一個檔案位置 下一步 好移到瀏覽 是不是要放在 R槽 對不對 R槽我是不是要建立一個新資料夾 來我做一個 hyper-v 對 對不對 是不是要再建立一個叫S1 是不是要新增一個資料夾 叫S1 是不是要再建立一個資料夾 叫什麼 Vorchart disk 對不對 好 所以呢你就選擇這個資料夾 對不對 好按選擇資料夾 有沒有看到 但這個動作呢對不對 對 等一下你來看就知道 好來按下一步看看囉 有沒有看到 這裡呢 是不是那位置是分在 S1裡面的Vorchart disk Vorchart disk 這樣就不對了 對不對 應該是分在S1底下的Vorchart disk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選的是 上面這個位置到這裡 這樣知道吧 這樣了解嗎 到這邊 來 停在各位這邊等各位一下喔 把它解決掉 來 S1在這邊 對不對 我們按下一步 你就要去檢查的位置 這個是不是我們正確的位置 虛擬硬碟是不是要放在S1的Vorchart disk 裡面的其他設定是不是都放在S1 S1 那 目前設定是會幫我們建立一個Vorchart machine 對不對 這是它自動建立的 其他的只有硬碟檔我們要手動加一個資料夾 其他都會自動建立對不對 好 這樣之後按下完成 好 它就把我們移動到我們的Storage上面 這一顆磁碟上 那這個現在是不是 所有零二在管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移過來 好 這邊讓它移動 等 各位 再給各位給我一點時間喔 我等一下把它移動到我們的 重啟之後 我們再來結束這個課程 好不好 來 讓它去跑 當然你看你有正常在跑就是ok的喔 好 這邊的移動完成了 移動完成了 我先檢查給各位看 按下設定 各位可以先不用動 你先看我的 看一下這邊S1是不是移動到R磁碟了 對不對 那你再用檔案總統來檢查一下 我們看一下 S1 R 裡面 是不是有S1 是不是有VozierDisk 是不是在這裡面 我們的硬碟大小硬碟在這邊 對不對 13G多 在這裡 我們先移動到我們的Storage上面去了 這個等一下同學再去檢查 好 這邊我們給各位看到了 那這台虛擬機器呢 要不要開機移動過去 都是另外一件事情 知道嗎 關機也可以移動上去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等一下來看一下 我們要把這個S1 把它放到我們的角色裡面來管理 但是呢 我們的S1放進去之後 你要想想看 我們這個S1移過去的時候 磁碟是不是要跟著移到我們的磁碟管理 不然呢 我們S1移過去了 磁碟沒得管理 這樣知道吧 所以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移的時候 來跟各位講 我們等各位一下喔 好 我們現在注意看一下呢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S1移動到 我們的重擊的 不是 我們的 iSCSI的共用磁碟上面了 好 那我們這一台S2 S2 有空間S1沒有關係 你只要看你的這一台就可以了 好我的是R磁碟 就是我們iSCSI的磁碟 對不對 他現在是在S2在管理 當然 我們S2也能夠抓得到 只是現在管理權在我們的S2 但是他沒有在重擊裡面 那各位注意一下喔 我這一台機器 我現在把它移到我的重擊裡面的角色 我還先不要移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我先做給各位看 但是我沒有要確定 我只是點給各位看一下 好這邊點一下 角色 下一步 來 虛擬奇蹟 機器 下一步 S1 下一步 對不對 這裡呢 當我按下下一步的時候 有沒有到這邊是不是移動過去了 對不對 移過去了 各位注意一下 他移過去的時候呢 就會有個現象 現在是不是警告 警告 警告 這台S2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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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對不對 但是他的磁碟 並沒有在S2在S2 他磁碟並沒有在我們重擊裡面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 你要很快的速度 知道嗎 把它加進來 所以呢 我現在先做什麼事情 把我這個呢 先把它移除掉 喔 剛剛我按一下把它移除掉 好 移除掉呢 他的S2是不是一樣在這裡管理 對不對 喔 那你看一下喔 我們的做法是怎樣 我先把它啟動起來 你就會看到問題 喔 這樣的做法 來 來現在大家跟我一起做 我們的做法要怎麼做呢 剛剛那個是我做給各位看 他會出現 錯誤 對不對 你要把我們要先做呢 要先把我們的什麼 磁碟 要先把我們的 這一台S2 S1的磁碟 把它移到我們的 那個 那個 衝擊磁碟裡面 所以你要先這樣做 喔 新增磁碟 選擇30G 這一顆 來 跟著我一起做 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 之後就出現一個問題喔 喔 可能有的同學不會 有的同學會 來我按一下確定 加進來 好 我現在沒有問題 什麼叫沒有問題 這個是不是S2202在管 所以是R是不是S2202在管你的 所以這一台機器 是在R上面 是不是可以抓到R 因為虛擬機器在S2202上 所以S2202是不是要看到R 是不是要看到R 那我們的這個管理權 是不是在R 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這個就是正確的 那你這個S2201 這個呢 如果移動過來呢 他的管理權移到了S2201 你要很快趕快把他移回去到我們的S2202 知道吧 這個動作是這樣子的 那我現在呢 移動進來的這個磁碟 是不是一樣在S2202 所以就是OK的 不行你就要把他移動 磁碟 讓你的跟你的虛擬機器放同樣的位置 你虛擬機器在S2202 這個S1在S2202 你的這個磁碟就要在S2202 好 那這樣呢 確定之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可用的存放裝置 看到了沒 那等一下就會變化囉 來 我們按一下角色 跟我一起做 設定角色 下一步 來 按一下移到最底下 點一下虛擬機器 按一下下一步 好 我們是不是只有一台而已 來 按一下下一步 好 那按下去就開始設定我們的高可用型 下一步 好 這一台你看看他會跑到哪裡 是不是還在這裡 按一下完成 是不是還在這裡 所以節點還是在S2202管理 所以沒有問題 有的時候呢 他會把他移動到S2201 這樣子好不好 來 磁碟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指派給S1 因為我的S1 是不是放在我的R槽 R槽現在的放在是不是放在重機裡面呢 所以重機裡面呢 他們會去做一個關聯 就是S1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這個R槽在實體 在圓 那我現在做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移動 對不對 這裡呢 角色 從這裡按右鍵 選移動 那當然有分即時移轉和快速移轉 即時是線上的移轉 這我們下次再做測試 那你可以看到我即時移轉選舉節點 有沒有 設個01 按確定 他就移過去 有沒有移過去 已完成 這台機器就不見了 有沒有 就移到S2201 然後你看看他的磁碟 會跟著移動 是不是要S2201在管理的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動作 有沒有 那當然呢 我們呢 你可以等一下下課你可以自己測試一件事情 對不對 什麼事情 我把這台機器S2201 我把它關機 等一下各位測試的時候怎麼測 我們等一下要下課了對不對 下課怎麼辦 你可以測試一下 先把這台S2201關機 知道吧 那這台S2201就移動過來 不要用儲存喔 你用儲存的話是保留 他移過來下次兩邊會衝突到 所以你看 我們準備下課的時候 你看 我們剛好可以測試什麼 這個S1是不是要移到這邊來 對不對 那我做一個PIN動作給各位看 來PIN動作 對不對 我這一個IP是多少 我還是忘記了 來等我一下 看一下 你看 我們做一個最後的測試 看我的第一次知道 他沒關係 已經開好了 來 各位看一下 你看 我們做一個最後的測試 228 欸不是 這是 欸好看錯了看錯了 點錯了是這台才對 這台才對 點錯了 點錯了 這台 這台在跑 各位在等我一下 不要急 來看我的IP多少 223 來 看一下呢 我PIN一下 PING 192.168.90.223 好 我把移到這邊來給各位看 然後在這邊PIN 我們現在準備要下課對不對 那下課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做一個什麼練習 這個練習 我們是會講到說 當我們的SERVER01掛掉了 我的這台S1 對不對 是不是要自動移動到我的SERVER02來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 上次練習的時候 讓各位手動移動 對不對 在副本的時候 也是要手動啟動起來 但是現在到重擊了 你看 我現在下課了 對不對 我是不是要把這台SERVER01關掉 對不對 按這邊把SERVER01 不要儲存 這台按關掉 關機 好 關機 關機 好 關機 然後看看這邊的PIN 那關機是不是代表這台SERVER01 掛掉了 對不對 不管是正不正常關機 關機 掛掉了 來我們來看看 看到了沒 它是不是移過去了 來 是不是一樣有三兩個 斷掉 對不對 丟兩個風包 來看一下這台SERVER02上面的 有沒有 好 這一台的重擊 這一台的角色 是不是變成SERVER02在管 對不對 這一台是不是磁鐵 是不是放移到SERVER02了 這樣的動作 是不是比我們剛剛之前 一直做的 是不是很方便 有沒有 喔 這樣呢你就可以看到 當我的SERVER01 壞掉了 就移動SERVER02 那跟同學各位講啊 SERVER02壞掉怎麼辦 就壞了 就壞了 這樣知道吧 因為你這台SERVER02 只剩下一台而已 所以你要趕快把社會靈異修理好 這樣知道是吧 好 那部分 目前這個章節 先介紹到這邊 IN 記得 到 Patreon